俄罗斯国防部2月25日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武装力量自行动开始以来 共使211个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瘫痪 俄总统新闻秘书说 俄总统普京准备派代表团前往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与乌克兰方面谈判 俄国防部当天通报 俄军已从西侧完成对乌克兰首都 基辅的封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日再次强调 没有人想占领乌克兰 在俄罗斯去军事化特别军事行动后 乌克兰问题将重回谈判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表电视讲话 再次呼吁普京就停止军事行动展开谈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俄罗斯的入侵目标是为了让总统泽连斯基下台 他强调泽连斯基会继续留在乌首都基辅 他同时表示乌克兰领空已关闭 港口也均已关闭 另一方面 欧盟领导人就乌克兰局势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特别峰会 从24日晚一直持续至25日凌晨 欧盟27国领导人就增加对俄制裁达成一致 新的制裁方案将涉及金融能源运输出口和签证五个方面 同时欧盟将增加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 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若战事脱长并招致严厉制裁 不仅石油与天然气和谷物出口恐受影响 也可能扰乱涅太等工业用金属的供应 这将进一步打击全球供应链 从肥料、食品、汽车到飞机制造业都可能遭殃 2月24日美国国会议员表示 他们可能会批准最早从下周开始 向乌克兰提供数亿美元的额外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以在俄罗斯开战后提高基辅的经济支持能力 此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表示 他们赞成在已经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大幅增加拨款 自去年年终以来 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 议员们希望向乌克兰提供6亿美元的致命防御武器 以对抗俄罗斯正在展开的攻击 白宫发言人珍·菩萨基表示 将继续评估当地的需要 已经为当地可能出现的大量持续的人道主义需要 做好了准备 国务院官员周五还表示 拜登政府不会制裁俄罗斯原油 因为这会损害美国消费者 而不是普京的利益 2月25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宣布 提名台坦级布朗·杰克逊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而他若当选 将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 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51岁的杰克逊现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在职业生涯的初期 他曾担任过大法官布雷耶的法律秘书 后者将在今年夏天任期结束时退休 而杰克逊可能接提他的职位 连日来 中国广东省积极采取措施 全力支援香港抗疫 保证各类物资及时运抵香港 香港此轮疫情爆发以来 广东省相关部门开辟了跨境货车运输绿色通道 从2月19日至25日 已运送超过100车紧急物资到香港 为做好支援香港抗疫 保障香港物资供应的工作 广东省商务厅与深圳市牵头组建专班 从货源保障 货物运输 制定防疫应急预案等多个方面 保证物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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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物资供应